我的渣堆是07年 07年4月份才堆堆的 我们之前在渣没堆堆的 吃水过后 堆了什么反应都没了 就这种渣堆堆过后 你吃到水 水是感觉腿感 特别的习惯的 乳腾乳腾的 这个大腿一晒 它是灰尘 一风一吹 整个瓦全不是成为白色 它是灵杂灰尾 全不是灵杂灰尾 然后之前我们 不是他这个堆堆过后 所以是一百米之内 然后给我们把房子搬钱 我们这一百米之内 又没给我们搬 又说就没给我们搬成 没搬成 要求他安自来水 自来水没安 吃到精髓吃不得 现在就没吃到精髓 人跟你说 混成的气啪老虎的很 看师傅能不能跟他们 当地人物调教 安来自来水 我们师傅都不吃在地下水 我们找政府他找的不惯 他不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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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政府 政府说找村上 村上说找龙龙 龙龙走在这里 看哈 走不了了之 就不惯他了 赵凤华 张文忠和张军 白衣村的三个普通村民 他们决定不再等待 等不来的改变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 上演一场 二十一世纪的鱼工一山 一年 一年十月二十八 我们开始 我们天天都在搞头 我的灰锅们也洗进去 我们当当灵扎洗成去 我们相信 凭我们上海的力量 但是时间要来救 可以把这一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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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好 对下一代也好 都非常非常大的害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